吃东西不一定吃新东西 有时我们也可以吃旧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 也不是介绍的,大家都懂的 我们要重温一下陆雨茶室的美味 我们看看第四个文件 前一段时间我去陆雨茶室吃了两次 两次都相隔了大约一个月 我想是,所以这点心子就常常变化 变成吃到不同的点心 这次,途中那次 我就是7月中去的 我记得那时候刚刚做完节目 就马上去陆雨 然后有人帮我们叫食物来吃 因为理论上他们的厨房 4点之前应该要收牢 不知道4点还是4点半 所以如果你想吃点心类的东西 就必须在4点之前去到 下一张照片就是 当天我们乱叫 叫所有东西回来 都很多东西吃的 接着下一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点心子 我记得我十多年前都经常去陆雨 虽然当时每个星期都去一次 但都试不完所有点心 到今时今日有点心我都从未遇过 就算我有个朋友跟我一起去喝茶那位 都会遇到一些点心是他没有吃过的 所以经验都比较特别 接着看下一张照片 对不起 喉咙有点痕 那就是虾饺 虽然他们的虾饺 水浸 我觉得又上又下 如果你12点半 或者再早点的时间去 点心蒸出来是真的好些 但是如果你下午两三点去 有时点心的确会 那个质感会差一点 但是他们的馅料 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手工上也做得好的 再下一张照片是什么来的 都是烧买 应该是吧 是的 他们的烧买也是做得好的 传统的口味 猪肉选得漂亮的 包得漂亮 和切得漂亮的 那样东西都是水准以上的 那当然啦 因为说真的 他点心一点都不便宜的 其实他们现在的虾饺也58 那烧买也58 其他的点心有些 就是超过100元以上 所以他们的价钱一点都不便宜的 其实某程度上 但是你说很贵又不算 就是不是龙景軒的贵法 但是以老店来说 他都算是贵的一间 下一间就是山葱牛肉 我也觉得好吃的 因为牛肉球的味道刚好 还有牛肉味道 腐宿也选得漂亮的 全部都是非常可靠的 接着就是鳳爪 应该是吧 排骨 应该是柱侯酱的排骨 是的 柱侯蒸排骨 这个排骨真的吃了一些 小时候以前吃蒸排骨的口味 其实我也想知道年轻的一辈 还会不会吃蒸排骨 你会不会吃的 你也会吃的 我经常觉得近年 那些朋友可能都会吃日式炸猪扒 那类型的东西 多过吃传统的蒸排骨 因为蒸排骨 都只是我妈妈那辈才喜欢做的东西 而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蒸排骨 我就很想说我要吃吉列炸猪扒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 反而对吉列炸猪扒的欲望 就减低了很多 但是就很想吃这些很漂亮的蒸排骨 而这种东西 鹿鱼是满足到我的口味的 尤其是有柱侯酱这样蒸 是浓了一点的 但是味道上是非常不错 如果叫碗白饭 用来送的话会更加好吃 接着下一个点心就是 这个应该是白花羊鱼肚 这些也不会失望 因为鱼肚选得漂亮 还有那个花胶也是做得好的 样子不算很漂亮 不是很Igable 但是实力是最重要的 接着有一个点心 我应该没有吃过的 就叫做下一张照 西斯牛肉果 我不知道什么叫西斯 总之这个是一个好像 云吞皮包着的牛肉的馅料 然后拿来蒸 变成一个好像饺子型的东西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饺子 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牛肉球 穿着了衣服的意思 里面不会爆汁 但是有点像一个蒸牛肉烧米的感觉 但是形状上不同 所以口味是熟悉的 但是外贸是有新意的 就是看下一张照片 特意夹起给大家看的 是一个类似云吞皮或饺子皮 包着牛肉蒸出来的 这一招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学 在家里买些牛肉烤完之后 蒸成一个球 然后用一个饺子皮包着蒸一蒸 就做得出来的了 变成一个怀疑的点心 接着下一张照片就是叉烧包 我本身对传统口味的叉烧包 现在是一般的 我想口味会常常变的 我现在是一般 但是它的馅料做得不错 所以我都会吃的 但是这个包呢 当日我也觉得有点黏 对我来说黏牙的感觉 接着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五柳脆云吞 我觉得这个真的做得很好吃 尤其那个五柳汁 右手边那里 真是无话可说的 这个汁的味道是真是够稀 有酸有甜 还有呢 鹿鱼呢 我觉得它在 除了蒸点心方面呢 蒸方面 我觉得它有时都有一些 上上上落落的事负时间 还有可能点心 可能要翻蒸 有些 但是我觉得它炸的食物呢 和焗的食物呢 是做得非常之不错的 炸的食物呢 通常都是不油利的 例如你看这个五柳脆云吞呢 这个云吞的确是炸得非常之漂亮 金黄色 而且在图片里面也看到 那个云吞是不会有油利感的 咬下去非常之脆 所以餡料又足够了 所以是很好吃 接着下一个呢 就是春卷 每次去鹿鱼都会吃炸春卷 因为它的春卷呢 也是炸得非常之好 还有那些餡料呢 都用得漂亮的 那我记得 20年前左右 我有班朋友 在美国过来 那他们都是波士顿那边的 也读过书那些 那来到鹿鱼吃 那他们吃得极度开心 那其中一个波士顿的朋友就说 那些点心呢 真的好吃 他说吃个春卷 一吃就知道那些料是新鲜的 就是不是一些frozen的东西 那始终呢 在外国呢 他们的外国人吃春卷 很多时候都吃一些现成的春卷 就是可能已经冲藏了很久 现成做 送到那些唐人街走街 然后来炸来吃的 那但一吃6月那个呢 就得比较了 就是餡料漂亮 每次都会有分别的 那接着下一个菜式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种 应该是碱水种 当日吃 那天我也觉得碱水种 都是挺好吃的 但本身我对于糯米的食物 比较少 所以我本身 对于这方面的评论 我不是特别适合的 但我就是觉得那个 质地很柔软 很软糯 是好吃的 接着下一个东西呢 我之前都没有吃过的 叫做鳳梨酥盒 甚至当日呢 我们有位 就是经常喝茶的朋友 都似乎没有吃过 那其实应该是鳳梨餡的 再加个好像老婆饼 那样的酥皮 那样 那就是因为呢 当日呢 我叫了两个而已 那有些朋友 完全没有 其实个个都没有吃过 那所以呢 我那时候分不了来吃的应该 说我没办法试完之后 给大家听什么味道 那但是呢 我想都不会差的 逢真酥皮的东西 落在这个鹿乳手上 都做得是好的 那接着下一个呢 哇 正了 我只有那个 是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等一下 是的 这个应该是麻荣生蹄卷 其实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生蹄卷 那根据我吃出来的呢 就是呢 它外面呢 是一个好像糯米池那样的 那样的质感的 的卷状东西 那就卷起一些麻荣 那然后跟着就轻轻这样煎过的 那所以外层呢 是有少少脆 那但整体来说 吃下去都是软糯的 因为都是一个糯米卷的东西 那其实那个糯米呢 经过煎完之后呢 的确是香一点 那虽然软滑 但是又有香味 那所以 就是那个口感 那个味道和口感都有多层次的 但是最重要呢 我觉得是那个麻荣 那很多地方现在做麻荣 都是做黑色的 而这个它是用这个白芝麻做麻荣 它的麻荣又不会完全磨到 变成一个流质状态 你会见到它还有一些 一粒一粒的芝麻 保留那个质感 所以吃的时候 是麻荣味非常之香浓 但同一时间你又会咬到 那些芝麻一粒一粒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之好的 我还记得前一阵 我去石黄芬 老板娘Gigi帮我庆祝生日的时候 就向陆宇订了一些售套 通常这些售套都是连用口味 连用大黄 谁知道Gigi再订一款就是麻荣味 那个麻荣售套真是极度好吃 所以今次去到吃点心 居然吃到麻荣馅的点心 我真的非常之开心 如果下次大家去到六月 真的要吃些麻荣东西 包括麻荣包也非常之好吃 然后再下一张照片就是它的蛋撻 它的蛋撻真的非常好吃 每个人都说哪里蛋撻好吃 哪里蛋撻好吃 其实六月的蛋撻 苏菲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我是极力推荐的 它的蛋撻仔58元有3只 我觉得价钱很合理 而且它的酥皮一来够厚 够松化 二来它放久了 都不觉得它出很多油 还是很干爽的 这些真是一些功夫 所以去吃蛋撻 不如去录鱼吧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